區議會是我們地區行政的一個重要合作夥伴 所以我其實都很期待未來的日子 跟區議會 十八個區議會 以及我們的一些議員多加勞多接觸 其實個別的議員都已經在找我 希望遲些可以跟他們見面 我都期待這個安排 不過我想我手上現在很多的會議都在排隊 所以未必可能今天見到他 大家都會快的 當然剛才提到在區議會的運作 其實都是要跟回區議會條例 所以無論是他們是怎樣操作都好 或者是我們的民定署怎樣去配合都好 我們都必須要跟隨那個法例和條例 不能夠叫我們的同事違法 所以如果跟著這個條例去做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可以做 如果留意到我們今屆區議會 我們的人工壓撥款其實都加了很多的 所以都在這個疫情底下 我們都需要跟區議會在未來的日子 加強合作同心抗疫 我都入了政府十二年了 由第一天上班的時候 有些人都會問我究竟我在區議會的工作上 我會是怎樣跟區議會的不同背景的人合作 經過其實都有三屆的時間 在議會或者地區 很多的民生項目其實是沒有分那個背景的 但當然如果我們去到那個議會裡面 我們其實很大空間 我們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到 怎樣可以跟他們接觸得多 反映到市民的意見呢 這個是我未來安排會做的事 我沒有看過 我們有個新的總會 在說實際上 他們也知道 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 真的很